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咱先说第一个发展商的权利 因为在这边买楼花 从你签约等于买个图纸 从你签约的开始一直到最后收楼通常要经历四五年的时间 甚至有一些的话还可能会更长一点 那多数的情况下的话 通常的情况下呢 那发展商在我们买家在签约的时候呢 很多正式的这个approval批准 比方包括一些这个规划上的批准呢 包括一些工程上的批准呢 包括一些市政的一些批准呢 包括一些你这个整体的设计方面的批准呢 可能正式的批准 批文还没有拿到 所以说呢 那从签约开始 那到最后收楼这个漫长的这几年的时间呢 中间呢会存在着一个一些变化 举个例子讲啊 包括你这里面像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些 包括门啊 窗啊 包括这个屋子的高度啊 包括里面的面积啊 甚至你的layout等等 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的变化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变化 那是我们买家的一些风险啊 那么发展商通常在最开始 我们签的这个合约里面的话呢 都会写一些保障他的合约 那当然这是很自然的啊 就说在这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会给通知会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种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变化中 那发展商他的权力是很大的 他有权做这些变化 那跟着一些啊 拿到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些批复 能够拿到这些approval等等 那这些变化对于买家来讲 那就是一个风险 所以想control好这个风险啊 我给大家建议就是选择好的发展商啊 发展商的品牌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说的第一个问题啊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呢 是两次closing 这是很多人非常close 这个confuse啊 非常有时候会迷惑的一个问题 我的一个客户就是帮他买的 你看前两天也是收这个 他买的一个condo townhouse 然后他打电话给我 哇Fred啊 这个我现在呢要面临着这个发展商呢 收我一个租金occupancy fee 还要交一个我的贷款要下来 哇我一下子要交两个费用 是不是 我说不用担心 不用紧张啊 这个这中间呢 在所有的这个condo啊 呃townhouse也好 新屋楼花收楼的时候呢 他有两次closing 一次呢 咱就说拿钥匙 一次是拿产权啊 拿钥匙叫occupancy closing啊 一个拿产权叫final closing 中间呢 这个过程呢 要差不多经历呢 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啊 那拿钥匙的时候呢 要交给这个发展商一个fee 因为你可以搬进去住了啊 有的还可以出租 那在这时候 这个时候呢 要给这个发展商一个occupancy fee 每个月的啊 直到final closing 这个每个月呢 大概几百块到一两千块 这个钱是怎么算出来呢 它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呢 就是说你付了一些deposit啊 20%也好 30%也好 35% 剩下那一部分的interest利息 加上管理费 加上地税啊 这就是预估的一个费用 那么这个到了final closing 最后交产权的时候 当然你会有这个贷款呢 再有每个月的管理费啊 还有地税等等啊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有两次closing啊 大家在这个开始occupancy closing的时候呢 不用惊慌啊 这只是交一个费用 好 那现在讲这个第三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啊 出租权的问题 刚才讲了occupancy closing 拿钥匙 那拿了钥匙 我这房子可不可以出租呢 很多买家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我拿了钥匙 当然我可以出租了 但是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最后还没有final closing 还没有转到你个人的名头上 所以现在你还能不能出租 这个不一定 通常来讲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发展商说啊 到最后final closing 你买家才可以出租 一种情况 呃 这个发展商说 你从occupancy closing 拿到钥匙到final closing 你可以出租 但是不可以用mls kijiji cracklist 等等这些啊 常规的这些网络的marketing的这些途径 那第三种情况 那就是我们做的很多的 那我们最开始跟发展商 那就谈判 谈好 讲好 写上 那我一拿钥匙 就可以出租 而且可以使用mls 这些啊 常规的网络的这些途径 所以这有三种情况 在签约的时候呢 要问清楚 至少要问清楚 然后呢 尽量 如果你投资的话 那尽量 这个争取 一拿钥匙就可以出租 当然你要自住的话 这个无所谓 是吧 好 那下一个问题呢 讲一下hst的rebait hstrebait 就消费税的返还 这个呢 是一个 大家都会问到的一个税务的问题 啊 有些投资客说 啊 怎样 我closing的时候 怎么还要交个2万多块的 这个hst 不是已经都算好了吗 在那个价 原始的这个价钱里面 怎么现在还要交啊 大家觉得很panic 啊 觉得是不是要额外的再交一个很大的费用 那在这呢 就是说具体的hstrebait 它具体的计算 我在这就不谈了 但是我在这讲一下 对于投资客来讲 申请hstrebait 退回来这个钱 是怎么一个过程 通常来讲 如果说你这房子要出租的话 那么呢 当然你拿的钥匙 你就可以出租了 这最少是一年的一个lease contract 对吧 那么呃 在这个同时啊 房子租出去以后的话 在closing以后 那么呢 呃 你再呃 先把这个hstrebait 这个先交给政府 先交 然后再退回来 先交完以后的话呢 当你有了这个lease agreement 加上一个lawyer的一个statement of adjustment 加上呢 快捷师 他有一个表格 tax的一个表格 填完以后 给税务局 那么两三个月以后 这个钱呢 就会退回来 所以是先交 再退 但是对于投资客来讲 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费用 所以要准备好啊 大概是一万八到两万中间 当然你要说 我们拿下来我自住 那个这个呢 这个可能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啊 因为在初始的价格里面啊 已经啊 都已经计算妥当了 计算好了啊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closing cost 大家说这个 你像二手房买卖呢 这个closing cost比较容易计算啊 新屋的时候 有这样那样费用 到底都有哪些啊 是closing 常规的closing cost 包括买这个投资客 包括这个啊 就是买来自住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这个closing cost呢 通常有这么几大项 一个呢 就是这个levy levy呢 就是说这个新屋啊 在收楼的时候 政府呢 会查识一个一次性的啊 一个levy levy的话呢 包括了这些发展税啊 包括这个 呃 交通税啊 还有里面就包括学校啊 这些等等 这些里面这些levy 呃 那么发展 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 因为在你签约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 最后在收楼市 政府会差值多少钱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呢 那签约的时候呢 发展商呢 和这个买家中间呢 就会有一个cap rate 就说呢 封顶 发展商说 一税房 你最多交 比方说5000到9000 现在这市场上常规的 两税房 那差不多在1万到1万5之间啊 那现在呢 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么处理啊 发展商说啊 你就只要准备好5000到9000的这种啊 写好的这种cap rate 剩下的钱 由发展商来来交 那么再有呢 就是还有就是land transfer tax啊 地产转移税啊 还有这种utility 这些meter的开通费啊 status certificate 这种各种杂费啊 律师费啊 两次的closing的律师费啊 等等这些费用 所以说呢 刚才呢 这个谈的这几个问题 这五个问题啊 发展商的权利啊 这个出租权啊 hst的rebay啊 两次closing啊 还有这closing的cost啊 等等 这是呢 收楼花 经常大家遇到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些年呢 我们结达地产呢 也是做了很多的楼花的投资啊 那我们的理念呢 就是buy and hold 以防养防养防防老 欢迎大家呢 致电咨询我们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